詞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編曲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為什麼 久情難開 誤然回首 昨日有喜 為什麼 诸情团缠 红颜未老 依然远近 闻青年夜绝梦意外 可曾留住 偏专一笔 闻春今小木秋一般 可曾忘住 村里四季 山也冻若 水也冻青 留不住 秋朝向晚天 为什么 旧情难堪 我仍回首 昨日有心 为什么 旧情团缠 红颜未老 依然远近 闻青年夜绝梦意外 可曾留住 偏串云 闻春今小木秋一般 可曾忘住 村里四季 山也冻若 水也冻青 留不住 秋朝向晚天 优优独播剧场——关于星空 主唱 电冷军 温暖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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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人家说牧师的儿子比你孩子还听话呢 你好好的怎么会发生意外 幸好你激进哦 你既然请了假 那你就歇一会儿了 我们晚上晚一点吃饭好了 好了 中文字幕提供 寶貝 根據真心公司的調查 前天那件意外事件 有關的每一個人 經過詳細調查之後 只有凯平的疑点最多 有因为凯平跟淳美在一起 而且在案发的前两天 他曾经在现场照过很多照片 所以说 他对现场的环境相当的熟悉 如果他想 动机呢 他千方百计要按赞淳美 为了什么 大哥 你对凯平进公司以前的人品 家世了解多少 我了解他进公司以后 不但是刻苦尚尽 他也是一个尽忠职守的人 有这些可以证实 他的人品家世的优异 同时也证明了 他还是一个天生的企业人才 如今我对他的器重应 超过你跟淳美 他没有除去淳美的动机 相反的 淳美不但不是他的阻碍 甚至 大哥希望淳美离开耿瑞 再嫁给 一个人要有雄心 而不是野心 要有斗志 而不是斗气 老二 官家的事业 是不是拱手 让别人来接棒 并不在这个人 是不是我的女婿 或者是兄弟 而在这个人 是不是人才 我的两天最起码 已经跑了二十几家交关键 不但没有找到他 连认得他的人都没有 也许他改行了 准美 你为什么认为 找到他就会有线索 凭他两次出现的太凑强 可是前天山上的车祸 应该与他无关 他如果是火灾的目击者 他又不出来作证 他已经亏对米奇了 怎么会再来害你呢 除非有人教授他 猪脚米线 吃了就像米线一样 长得又高又长 像猪一样 又壮又肥 阿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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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算了 你又不是阿勇 是哑巴 米奇啊 告诉奶奶 你为什么不肯说话 我是你奶奶 小时候啊 我一手抱你 一手抱姐姐 奶奶赚的私房钱呢 全给你买东西吃了 算了算了 你不跟奶奶说话 吃东西总可以吧 你爸爸上宝 你爸爸上宝把你交给我 我总不能饿着你啊 来 奶奶喂你 来 张口啊 不吃真的会饿死哦 哎呀 真是急死人啊 你呀 你呀 阿爸 阿爸 哎哟妈 你快来 米奇怎么不说话呀 好 1 2 3 2 2 3 1 3 2 3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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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明雪 她在想她姐姐呀 她们两个本来就是心连心嘛 来 来 来 一个不说话 一个是哑巴 难怪她们两个头缘 瞭不住 秋朝香万千 庄哥 来 张哥 你的便当 好好 谢谢你 张哥 柴云啊 你已经十九岁了 不能像小的时候一样天缠着我 你也听说啦 听说什么 村里人都说 你是为了我 才不回去跟村美姐团圆的 我 跟你 我们村里想跟我的男孩可多了 对 你应该跟的是那些男孩 而不是我 我 我就是要跟你去台北 庄哥 你要是在出国 带我去好不好 你是我心里最了不起的男人 庄哥 你送我的外国口红 你看 我穿了好不好看 你从外国回来 为什么不在台北当大老板 要回来这里做公投呢 谁是过国了 我过的是两年不见天的日子 你疯了 疯了 不住 doo 四季先生 我不下车了 麻烦你跟着前面的那个人讲 雷先生院长要我告诉你 他打算送你一座奖牌 谢谢你这些年 从不见得带你来照顾这位老太太 不需要 这是我应该做的 您太客气了 请进 出去 我一听说你受伤了 就找了你的地址去看你 我是无意间跟你来的 如果我做错了 你本来就做错了 我只是想把花送送给你 你不是人你是野兽 你要是把我排局给错过的话 可别怪我不给你做公共关系 今天三个牌搭子里边有三个董事长太太 你找谁啊 这是姓 你找谁吗 庄 庄耿睿是住这里 你找庄耿睿 你是他什么人 我们 在聊人院是朋友 聊养院 是好 他说他跟耿睿是在聊养院的朋友呀 请客人里边坐 坐啊 对不起啊 白嫂不在家 没人给你倒茶了 你从哪来的 医院 你刚出院 梗瑞 是梗瑞叫你一出院就来找她的 是我自己 我想见她 她住在这吗 她太太跟女儿住在这 梗瑞该不会骗你 说她没老婆没孩子吧 她说过 她从来不骗我 听你的口气 梗瑞对你很好哦 她是我唯一的朋友 你 结婚了吗 发病前 她就跟我离婚了 哦 那你跟梗瑞倒是同病相连咯 梗瑞也离婚了 我看本来纯美还犹犹豫豫的 这下好了 你这么一出现 倒也叫她死了心了 我看呢 这个婚是非离不可漏 请问梗瑞 现在究竟在哪里 这儿姓关 梗瑞当然不住这儿 她回花莲了 花莲 那我见不到她了 这花莲又不远 我们有庄家的地址 你可以把地址告诉我 我来抄给你 见到梗瑞 你有什么打算 我 我也不知道 我没有一个亲人 所以我 我只能去找她 你梗瑞的个性 她一定会帮你 你应该去找她 拿 你马上出发 那晚上以前 应该可以看到你 谢谢 谢谢 我现在去车载 谢谢 等等 你会姓我 我姓你 来 你把你的姓名 跟地址写在这上边 这万一要是梗瑞打电话了 我得好告诉他 好 谢谢 再见 再见 林瑞玉 就凭这三个字 庄耿瑞是被官将豪扫地出门定了 除掉一个 少一个 对 除了耿瑞 咱们好专心地对付雷凯平 就算你跟你大哥不是亲兄弟 当初你娘带着你这个拖油瓶 改叫到官家来 好歹也替你改了个姓啊 怎么算 你叫官是郝总也不是假的吧 姓雷的那个外人 你拼什么要骑在你头上来 省一点元气 待会还要打阵子麻将呢 嗯 好 你告诉凯冰 我中午跟他吃饭 爸 你今天有约了 有约 跟什么人 妈妈 妈妈 原来是你要跟外公去吃饭呢 外公我不能吃饭我肚子生病了 有这么严重啊 嗯 不信你问白嫂 我早上牛奶都没喝 啊 连牛奶都没喝呀 哦 那病一定是不轻啊 哎 我看得要开刀 才能知道是什么肚子 在肚子里的不轻化 嗯 不要开刀了 就是白嫂说的那种病 那种病啊 就是米奇不在这里叫坏套 你是不是想米奇啊 嗯 那外公马上派人去把米奇接回来 爸 三个月还没有到 我外孙女都生病 我不管他三个月不三个月 我们不能言而无信 只要你对爸言而有信 三个月以后一定牵絲 从此跟耿瑞一刀两断 你来 开叔叔 我生病了 哎呦 米奇这么可怜啊 生病了 我 我生病米奇也会生病 不许乱说 每次我拉出去 他也会拉嘛 中午我们一家人先去大吃一顿 然后啊 带米奇去找医生开刀 不要 要不要先定位子 不要定 不要定生病 不要定生病 哈哈哈哈 这个四个人 我 你也去嘛 爸说一家人自然没把你当外人呢 哎 好 你们先上课 我打个电话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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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在外公里要去接米奇 我们去看看他 那儿可以看看爸爸 几个小天 不要脸 我去看看 我去看看 你去看看 你去看看 Zither Harp 跟芮 芮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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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會跟全美離婚 結婚八年 我還是一樣跟以前一樣的 住院了兩年裡 要不是有她跟兩個女兒 我根本就支持不下去 我以為 在醫院裡 是我們彼此關心對方 才熬過那可怕的日子 我是關心你 我們都是同病相連的人 但是 我們現在不是在療養院 我們要像和正常人一樣 解決自己的困難 絕不能逃命 那場火把我毀藥 我一定要一樣一樣的 再建立起來 可是你在這身上 怎麼能夠辦得到呢 我去過官家 我想 全美藥的官家都有了 你 等我和你情意 心理上準備好的時候 我會回台北 再喊官家鬥一次 我喜歡 哪一位 我會想 你 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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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雪 你在哪里啊 美雪 你快变成洋娃娃了呀 你急着了 这些娃娃就是我的朋友 放下来 妈帮你去看电视 不要 我不要离开我的娃娃的朋友 春美 爸 你爸就说 才两天你就瘦了 瘦了 瘦了也好 你都不晓得公司最近 这两天有多忙 不对 你在想米琪 还有耿锐 我干嘛想她 你用不着否认 我知道 耿锐曾经伤了你的心 妈 我真的好想忘记 两年前那场儿梦 就算为了孩子 我想试试 可是一旦 她站在我的面前 我就知道 一切都被那场大火给烧光了 如果烧光了 你怎么会答应 让她带米琪回去 米琪是你的秘密 你舍得把她交给耿锐 就证明 在你的心里 耿锐还是最值得 你们母女所托付的人 所以春美 也许你觉得和耿锐在一起 你忘不掉过去的阴影 会痛苦 可是 一旦你们分开了 这份情 永远割舍不下 你更会痛苦 一辈子 你很可怕 你爹 你不要 你 哼 我 我 去 我 我爱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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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 要是没有重要的事 回去的路也不好走 耿瑞啊 你是不是趁天黑以前 送他下山 回来再吃饭呢 耿瑞的朋友 老远来的 你不能不容易吃饭 我还能不容易吃饭呢 不用了 我马上就走 妈 瑞宇没有地方去 我是他唯一的朋友 你们到底是怎么样的朋友 你不要管的那么多了 只要是朋友就行了 耿瑞 把他行李拿到屋里去 我可以住在公寮 让米奇跟你们睡 不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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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糊涂了 你不带自己的媳妇回来 人家已经在说话了 留他住在家里 我不准 要走 等我们想出办法 安排好了再走 我不能住在这里 你家 那怎么行呢 阿勇省喝醉的酒 像凶杀神似 人马瑞一失岁的 对了 阿隆家后面正好有一间空房子 本来他是借给我堆草药的 现在你们呢 去把它整理整理出来住 委屈你了 董大哥 董大哥 请 我不知道啊 我刚玩得好好的 他突然看到火就晕倒了 来 董瑞 报 报到大房里 我来看看 老师 再见 伯母 你们知道吗 龙眼 龙眼 加一个鸡蛋隔水精熟给你齐吃 你学个护理 我住院的时候约老太太教我的 龙眼也认识 就在他隔壁病房 住院 龙眼也住个院 林大姐 刚刚我听董哥跟我讲 你学个护理 真是太好了 我倒真希望你留下来做我的助手 因为山地里有时候病人很多 我一个人真的是忙不过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你会购心没有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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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留不住 求朝向万千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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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